同学们大家好 在我们的上一课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的点灯实验 学校的一个输出 然后在这个实验的最后呢 给大家留了两个科学作业 请用第一个科学作业呢 就是如何写一个更加通用的 一致性更好的一个控制灯的函数 然后呢 我下来把这个函数呢 我也写了一下 然后大家来跟我看一下 我们写的这个函数 跟同学们下来写这个函数有什么区别 这个函数呢 就是这个LED control 然后呢传递了三个参数 其中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这个GPU的一个分组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LED的 这个对应的管角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控制的参数 然后这个参数呢 进来呢 首先判断我们这个参数 如果是需要把灯点亮的话 那么我就给它置一个低电频 如果需要灯灭的话呢 就置一个高电频 然后这个参数呢 叫做LED on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义呢 就是on就是1 off就是2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如何使用这个参数 这个函数啊 我们在这个组 没有面函数里面呢 我们调用了我们的这个函数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LED0它所对应的GPU呢 所在的这个分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组呢 实际上就是GPUF 所以说呢 我们直接引用这个 红定义 这个GPUF的这个红定义 LED0Pin Row它所在的分组 以及LED1Pin Row它所在的这个分组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LED0Pin 也就是我们这个LED0呢 所对应的 实际的这个GPU的这个管角 我们来看一下定义啊 也就是我们的GPUPin9 好 第三个参数就是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 这个LEDon和LEDoff的 这两个参数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参数的一个调用呢 以及我们对这个函数的 一个使用 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点灯的 这个实验 大家下来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 这个函数呢 它的这个通用性呢 会更加好一些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IO呢 如果我们这个电路呢 发生了变化 我们这个IO发生了变化 如果不是GPUF 或者不是GPUF9 那么我们直接 我们不用去改我们这个函数体 我们直接去改我们的红定义 在这里面改我们的红定义 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进行 这个对这个 硬件的修改 引起的这个软件的修改 直接进修改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开始给大家讲解 我们这个第六课 按键实验 学习IO的输出 以及中断的编程 好 这个还是分三个小节 给大家进行讲解 第一个小节 就想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案件的理论基础 第二个小节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如何通过轮循这个方法 来实现我们这个案件的捕获 第三个小节呢 就想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外部 通过外部中断 来实现我们这个案件的捕获 好 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个小节的讲解 首先还是我们的这个 实验的需求分析 也就是我们要清楚我们这个实验的目的 实验的目的呢 我们要了解这个案件的工作原理 以及我们这个案件的电源里图 然后呢 要了解我们这个STM32F407中 这个IO输入信号的一个 读取的一个原理 以及我们把这个IO配置成输入以后呢 它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407里面呢 我们如何去读取我们的这个外部中断 接着呢 我们要学习 我们利用我们这个CMSS这个酷 我们如何来实现我们IO输入信号的一个读取的编程 以及呢 学习我们这个外部中断的一个编程 最后呢 我们会简单的学习一下我们这个工程的一个移植 比如说 我把我们之前点灯的工程 我们要拿过来直接用 直接来通过这个工程的修改 修改这个工程 来实现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实验 我们是如何来进行一个修改的 我们要会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学习 好 我们首先来学一下我们这个 签出开发必知会的这个课程第四 我们要了解一下案件 好 为什么要专门把这个按键 专门拿出来做一个签出开发必知会来讲呢 因为在我们这个签出式系统里面呢 这个按键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我们到处都能看到我们这个按键的应用 在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触摸屏的这个时代 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手机都是通过按键 来实现我们这个用户 与我们这个设备之间的一个交互 然后我们常见的按键呢 我们其实随处都能见到 就现在我们常有的这些智能机呢 它也带了一个开关键 然后我们的一些设备呀 我们的比如万用表啊 示波器啊 上面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个按键 好这个按键呢 随处可见啊大家下来可以来仔细的注意一下我们周围的一些签注设备上的一些按键 好我们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按键的一个工作原理 好我们这里面呢就以这个按键的一个一边接地 一边呢接Io口的这个电路来给大家分享这个按键的一个工作原理啊 这边是接一个Io 接一个Io 然后呢 这儿又可以做一个弱上拉 连接一个电阻进做一个上拉 好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按键内部呢 我们可以认为就是两个金属片 然后当我们给这个按键施加压力的时候呢 这两个金属片呢 它就会触碰到一起 然后呢这个电路呢 它就接通了 接通以后呢 因为这边是接着D对吧 然后这边的这个Io口呢 它的一个信号呢 就会变成一个低电频 低电频 然后如果这个按键呢 这个压力消失以后 这个按键弹起来以后呢 然后跟这个电路呢 它就断开了 断开以后呢 因为这边有一个弱上拉 因此呢 这边这个Io的状态呢 就是一个高电频 因此这个按键的工作原理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它其实就是两个金属片的一个结合和释放 好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按键的电路表示 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按键的这个原理图啊 我们在原理图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按键的一个表示 大家看 这个呢 就代表一个按键 它呢 也很形象啊 它上面有一个小的键帽 然后我们如果给它施加压力的话呢 这个按键呢 它就会 它的这个金属片呢 就会跟 结合到一起 然后这个电路呢 就接通了 在这个电路里面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边呢 接的是 它的一端接的是高电频 另一端接的是Io 那么如果这个按键按下以后呢 那么这个Io的这个状态呢 就会变成高电频 如果这个按键弹起来以后呢 这个Io的状态呢 就会变成一个低电频 好 这个按键的表示呢 就给大家 讲到这儿 然后呢 这儿给大家留一个客户的一个小作业哈 就请大家那个摆注一下 现在这个流行的这个触摸式按键的一个相关信息 并且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开发板 我们来如何来操作我们这个触摸型的这个按键 好 下面呢 是这个按键的电路分析啊 实际上在给大家讲这个按键 刚才这个按键原理的时候呢 已经给案 对大家 进行了这个按键的一个电路的一个分析 这里面呢 就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它这个Io是接到哪个地方的 大家看这个Io呢 实际上是叫wakeup 它是一个wakeup的缩写啊 它呢实际上是一个唤醒 它是一个唤醒 可以唤醒的一个Io 然后通过这个按键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开发板 做一个唤醒的一个处理 然后这个k0呢 好 我们来搜索一下 我们看这个k0 我们看这个k0 它是放在哪个位置 k0 好大家看我们的k0呢 实际上呢 就是对应的p4 k1呢 对应的p3 k2对应的p2 因此呢 我们在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小节呢 讲这个编程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p4 p3和p2的一个编程 以及一个配置 好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 在我们这个stm32f407中呢 我们来如何读取我们的这个Io的一个输入信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把这个Io配置成一个输入 实际上这个很简单 在上一课给大家 讲我们这个Io的这个原理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讲 而且在给大家讲这个寄存器的时候呢 给大家看了我们的这个寄存器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实际上要把这个Io呢 配置成一个输入呢 就是配置它的一个moder这个寄存器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moder的寄存器 好 大家看啊 它实际上呢 我们把这个moder的这个两位写成00 就是它的一个输入状态 并且呢 它这个系统复位以后呢 我们这个Io的这个状态能默认 就是一个输入状态 好这个呢 大家要清楚啊 因为在我们的后面的编程中呢 要就是要通过对这个寄存器的一个 配置把它配置成一个输入状态 好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st32f407里面呢 我们如何来读取我们的这个输入信号呢 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输入信号的这个读取呢 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寄存器来实现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呢 实际上就是使用了我们它的一个input的一个寄存器 这 大家看就是这个gplportinputdataregister 这个寄存器 如果读到是1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高电频 如果读到是0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低电频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大家需要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把它配置成 我们把它配置成输入以后 它的一个状态 这有个inputconfiguration里面 这个8.3.9呢 就讲了如果我们把这个IO呢 配成一个输入 那么它的内部的一些状态 大家呢可以下来 好好的把这个看一下了解一下 比如说它的输出缓存呢 就被禁止掉 然后呢 斯密特出发器呢 输入端会处于一个活动的一个状态 然后上拉和下拉的电阻呢 会处于活动 就根据我们这个配置啊 根据我们这个PUPDR这个机存器的一个配置 然后呢 数据呢 在这个IO上的数据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AHB1的这个时钟 来对它进行一个采样 并且呢 我们可以对它输入 寄存器呢 进行一个读写操作 进行一个读操作 好 最后呢 最后的一个知识点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ST3F407里面呢 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外部中断 好 我们要使用我们的外部中断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我们关于我们这个外部中断 它的这个寄存器的一个描述 这个外部中断 实际上也在我们这个编程手册里面可以找到啊 关于这个外部中断的这个描述呢 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编程手册的第12章 在第12章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就讲了我们的这个NVIC的这个中断控制器 大家注意这个NVIC呢 是这个CPU内核 处于这个CPU内核之中的 它就讲了一下这个NVIC的一些特性啊 还有它的一个系统失踪的一个 效准的一个寄存器 以及呢 我们这个中断和异常的一个向量 这个NVIC的这个更详细的内容呢 希望大家下来呢 能够去看参考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我们这个M3与M4的这个内核变成手册里面 它对这个NVIC呢 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描述 然后呢 这个12.2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外部中断和事件的控制器 这里面呢 接着就有一个中断向量表 我们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这边主要要关注的就是 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外部中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性 比如说它有多达23个软件中断请求 并且呢 可以独立的去触发或者是屏蔽每一个中断 这个呢 希望大家下来呢 能够把这个特性呢 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唤醒事件的管理的一个描述 好 还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功能的一个描述 对外部中断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描述 好 这个呢 这些内容呢 就都需要同学们呢 下来自己呢 好好把这些内容呢 看一下 然后呢 对我们这个外部中断的这个映射呢 中断线的一个映射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比如说 我们这个外部中断呢 分为了外部中断0 一直到外部中断15 然后呢 外部中断0呢 实际上就是由PA0所有的 一直到PI0 这123456789 这9个IO呢 实际上是映射到了这个 外部中断0上面的 依此内推呢 就从01一直到15 相对应的呢 就是外部中断0一直到外部中断15 好 我们呢 然后后面就描述了我们这个剩余的 我们这个外部中断线1016是 连接到的PVD的一个输出 17呢是怎么样 17呢是到RTC 警告报警的一个输出 是一个事件上面 然后同学们要下来把这些内容呢 好好看一下 然后呢 就是对这个中断寄存器的一个描述啊 对这个寄存器呢 不需要同学们使劲被要把它记住啊 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同学们在 后面使用这个CMSIS调试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问题了 我们要知道 我们应该 我们这个应该去看哪个寄存器 看哪个寄存器里面的内容 所以说这些寄存器的内容呢 需要大家下来呢 好好的把这个寄存器呢 好好的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在我们实际编程的时候呢 还可以过来 参考查看 那么具体的我们如何对这个中断进行编程呢 实际上呢 我们要对中断进行编程 首先就要搞清楚我们这个中断 源是来自于哪里 我们是使用的内部中断还是外部中断 比如说外部中断呢 就是我们这个IO中断 如果是内部中断呢 就是一些比如说 系统失踪的中断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 Timer的中断啊或者是这个 以及呢我们看门狗中断啊等等 我们搞清楚中断源以后呢 那么就是我们要初始化我们的中断源 第一步呢就是初始化 我们的中断源 把这个中断源呢配置成我们想要的模式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IO中断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配置我们这个 IO中断是上升延 产生中断还是下降延产中断 或者是上升下降延都要产生中断 以及呢这个中断肯定要把它配成一个输入 而且是一个中断的一个输入 然后呢就是使能我们的这个中断源 使能中断源 我们要使能这个中断源呢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 NVIC这个 基存器它内部的一些 使能基存器进行一个编程 使能中断源以后呢 我们还要 对我们的 中断服务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 实现我们的中断服务程序 我们也称它为 interrupt header 这个中断服务程序呢之前就给大家讲我们这个启动代码的时候实际上也给大家大概的提了一下给给大家看了一下 在我们的启动代码里面呢 对我们这个中断的服务程序呢实际上 都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就是一个死循环 并且呢是一个弱声明的 这个叫wake的一个声明 通过这个因为使用了这个弱声明的因此我们对这个中断服务程序呢 我们可以 对它进行一个重写 我们在我们C元呢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实现 因此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具体的一个中断源呢 我们就要实现我们这个 中断源对应的这个中断服务程序 那么我们这个 对这个中断的这个编程呢 大概的一个流程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在后续的这个代码的实际的讲解中呢 会给大家再做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分析和一个介绍 好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先到这 我们后续的这个 后面两个小节呢 就是主要 给大家讲解我们对这个 按键补获的这个实验的一个代码的一个编写和这个代码的下载以及这个演示 主要会通过两种方法 一种是通过轮询 实现我们这个按键的一个补获 一种是通过这个web中断 实现我们这个按键的一个补获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 下午 下 затем 下 啊